各位兄弟姐妹晚安 欢迎各位参加董事高圣经中心平台举办的讲座 我们非常感谢路柏荣神父为我们悉心安排课堂 圣祖的祈祷 亚巴郎 雅各伯 梅塞和马尼亚的祈祷 这个课程共有四堂 今晚是第一堂 请容许我简单介绍路神父 路柏荣神父于2006年进度 一直服务堂区牧民工作 他曾在九龙牛头角基督劳工堂区出任主任斯特 在2021年开始服务名外 现在是名外的助理总裁 现在我们将时间交给路神父 谢谢路神父 好 今天想跟大家去讲一讲正早的记忆 我说为什么会讲这一件事呢 其实我们会讲一本书 这本书我都觉得很特别的 待会再跟大家分享这一件事 现在想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祈祷 好 作为我们今天相续的一个机会的一个 好 那我们就用这首歌吧 叫做宣揚福音歌 可能你们在听过啦 在重音里面的 我们也享受一下啦 祝福音歌 这首歌吗 果然以对比门ved 我逼前身一爱耶稣 传教教灵 我伴到是基督中套 多么和荣 我伴尊重跟随基督 赞扬福音 我的旗子爱人如己 四海一家 我的善性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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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愛 我的共生 今化萬眾 領受福任 我伴道士 基督宗徒 多可可榮 我伴尊重 跟隨基督 善養福任 在這首歌中有些歌詞值得我們去的 剛剛過去也是一個傳教節的時間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讓我們記得有一個很重要的使命 或者更好說我們基督徒應該要做的一個很實在的行為 就是把福音帶給這個世界 但是怎樣呢 基礎更好說 基礎就是祈禱 好 待會我們再講講個歌詞 不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本書 這本書是教宗方濟國每個星期三 去跟教友去講教理講壽 這個是教宗的責任 講壽教理是教宗其中一個責任 沒有為主教仇父的責任 但是教宗的教導呢 我們都會覺得更加首爾華 他由2020年到2021年 他講了很多篇 差不多整年都講了很多次關於祈禱 澳門教區有位神父在他的堂區 插錄了 拿著版權插錄了 翻譯做中文 值得去看的 所以我這次跟大家分享的一些聖祖的祈禱 都是來自教宗的一些講道 值得我們去深思 教宗他怎樣去密想一下 什麼是祈禱呢 甚至去講耶穌的祈禱呢 但是最重要的是 我們在不同的聖經裡面 甚至聖人當中 他怎樣去看祈禱 那祈禱有多麼重要呢 我想是一個很不同的情況 就是剛才那首《全陽福音歌》裡面 他講的就是我們 基督徒的態度 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不怕吃虧的 為什麼呢 為什麼我們會不怕呢 是因為我們有祈禱作為一個基礎 另外就是說 我們向這個世界去保護自己 或者去讓這個世界去改變 其實是一個武器 一個武器就是祈禱獨經 這個是似乎 就是《眾恩》的作者 好像在用著《阿佛索能書》 第六章 去說回 好像《報宗徒》就說 你們應拿起天主的全父母葬 為使你們在邪外的日子 能夠抵得住 並在獲得全勝之後 仍惹立不當 這個就是 我會覺得《全陽福音歌》裡面 都是說《報宗徒》 他在《阿佛索能書》所說的 這個情況 在第十八節 就說 時事靠著聲神 以各種祈求和哀討祈禱 要醒悟不倦 為眾星徒祈求 也為我祈求 所以 我想祈禱就是我們 每一個人的生命裡面 更好說的 《教徒生命》裡面最重要的一件事 為什麼我叫它最重要呢? 會不會是聖體最重要呢? 是 不過 在聖體當中 或者在我們聖體的大前提之下 我們要有一份信德 對聖體、聖事的信德 但怎樣才能有這份信德呢? 其實就是靠著祈禱 祈禱就是兩個人在當中的一份相遇 如何相遇 接下來的禮拜天 這是福音 來的 麥克福音第十章 就是一個人物叫巴爾提邁 我們先聽聽這個福音 今前 耶穌和祂的門徒 及一大群人從耶利哥出來的時候 有一個核眼的黑蓋 即提邁的兒子 巴爾提邁在在老婆 他一聽說是 納澤那人耶穌 就喊叫雪 耶穌但未知子可憐我罷 有許多人 就執責祂叫祂不要作聲 但祂愈發喊叫雪 但未知子可憐我罷 耶穌就站住雪 叫祂過來 人就叫那核子給祂說 放心 起來 祂叫你呢 核子就涌一下自己的外衣 跳起來 走到耶穌跟前 耶穌對祂說 你願意我給你做什麼 核子說 師父叫我看見 耶穌對祂說 虛白你的信得救了你 核子立不看見了 就在路上跟著耶穌去了 這篇福音 其實教宗也有提過這篇福音 他都會覺得值得我們去反省這篇福音 剛剛就是我們來著 上年期第三十主日的福音 他很特別 教宗也說他很喜歡白議題買 為什麼呢 在這個福音裡面 有名有姓 其實也不簡單 耶穌下了很多奇蹟 很多奇蹟的受益者 都未必有名的 例如 至少八多六的外母 耶穌下了奇蹟 也沒有名的 又或者耶穌下的第一奇蹟 變水為酒 是一個婚宴 婚宴的新郎新娘 也沒有名的 但是偏偏在這裡 一個叫巴爾提買 耶穌或是更好說 馬爾谷他寫下 那就是說是什麼呢 我們會說 如果一篇福音裡面 有一個名字出現的話 就是說 這個團體 什麼團體 例如馬爾谷福音 就是馬爾谷這個團體裡面 認識一些人 認識班爾提買 或者班爾提買 就在馬爾谷福音的團體裡面 所以 例如我們堂區團體 我們可能認識一些人 那我告訴你 那個人可以告訴我 他曾經發生過什麼事 這樣 所以是一個很重要的見證 所以班爾提買這個人 是一個很重要的見證 見證不是說他 黑眼之好 而是見證他這個過程 不是結果 是過程 耶穌是耶利哥 這個耶利哥 我想大家都聽過 很多時候 可能是記得摘愛 但是就可能 這個班爾提買 就可能大家 有時候都未必記得他 不過 最重要是他的身份 他的身份是一個乞丐 一個乞丐 這個乞丐 是什麼都沒有的 不過 他唯一有的是什麼呢 待會我們會看一看 但是 最重要是 他是黑眼 不是黑衣那麼簡單 就是他瞞 一個瞞的人 他在哪裡聽到耶穌呢 在哪裡知道耶穌會經過呢 那他用唯一去有的東西 就是什麼呢 就是喊叫 大聲喊 耶穌答未知子可憐我吧 那大聲喊耶穌 這個就好像我們 在天主面前唯一有的東西 我們什麼都沒有 在天主面前 我們唯一可以大聲喊 大聲喊 達未知子可憐我吧 達未知子可憐我吧 是啊 有很多人會跟班爾提買說 你不要出聲 你不對的 你的身份是什麼 你是一個乞丐來的而已 耶穌很尊貴 他是師父來的 你喊什麼呢 喊什麼呢 為什麼你要繼續喊呢 你想去做什麼呢 難道你這樣喊 他會聽到嗎 或者更好說 你想他給你什麼呢 可能有很多疑問 不只是旁觀者 甚至是班爾提買自己 聽到這些人 甚至他的經驗 可能去接觸一些所謂的師傅 其他的師傅 都沒有辦法 我只可能可憐我 給一些你們可以給到的東西給我 但是這個班爾提買偏偏就繼續喊 答未知子可憐我爸 你看到他的信得嗎 他在他的經驗當中 或者更好說 在我們的經驗當中 如果一個黑眼的人 在那裡喊 喊一些人幫他 那些人怎樣幫他呢 帶他去看醫生 或者給錢去看醫生 或者怎樣呢 但是他偏偏就喊 答未知子可憐我爸 就是這個耶穌 不過耶穌就好像一個很重要的回應 這個回應是甚麼 叫他過來 耶穌跟誰說呢 叫他過來 他不是跟班爾提買說 你過來吧 叫他過來 耶穌很有趣 為什麼呢 為什麼我說耶穌很有趣呢 是耶穌在對的人 說著 anding Are opis sucker 李 solicones 叫他過來 Darwin 耶穌不是自己走去的 我想我們以為耶穌走去 要親自接触 巴 dece 或者扶起他 不是呀 耶稣在过程当中 不单是他关顾的是巴尔提麦 也都关顾的是 是斥责巴尔提麦的其他人 什么意思啊 让他们有些改变 这份改变重要啊 不要以为巴尔提麦 这一份耶稣淡美之子 可能我说这个喊叫 是一种没意义 又或者更好说 骚扰着耶稣 耶稣想其他人知道 原来巴尔提麦的这份喊叫 正正就让耶稣人得到注意 好了 注意也都可以这样说 去注意着其他人的难忘 没有人去理巴尔提麦 总之叫他不会出声 但耶稣反而叫 耶稣暂住这样说 叫他过来 其他人怎么样 人就叫那核子 叫他算 似乎整个角度 或者整个态度 好像改变了 180度改变 其他人和那个核子 即是巴尔提麦说什么 放心 起来 他叫你 之前的态度就是 说他 你不要出声 你不能出声 现在就不是了 而是一份安慰 巴尔提麦可能因为被人说得多 不过他仍然坚持 但是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天主叫他 耶稣叫他 耶稣想走过他身边 可能有些人捉住他 以为 人 即是巴尔提麦被人捉住的时候 就会觉得 你又带我走 不想我再哭叫 不想再我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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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自己 相信的这位师 所以呢 这些人怎么说 放心 起来 叫你 所以 耶稣不是单单去医好巴尔提麦的眼 我真的很觉得 耶稣同一时间 可以这么说 医好在巴尔提麦身边 的人的那份心 或者 就能够说那份心 可以 就是 让 让 其他人看到 巴尔提麦的需要 需要 需要哪个 需要哪个 巴尔提麦的需要 不是需要其他人 去施写给他 因为 黑衣 我给钱你 我给食物你 我给衣服你 不是 而是 需要的 就是 耶稣很清楚 巴尔提麦需要的是耶稣 可以叫做放心 起来 他叫你 也都耶稣希望 在巴尔提麦身边的人 都知道 耶稣在关顾着每一个人 所以耶稣不是走在他 在基本的奇迹里面 耶稣有很多时候 他主动走在他 一些奇迹的受益者 例如 他胎生的核子 在《若望福音》里面 所以耶稣走在他身边 但是 不是 他叫巴尔提麦身边的人 大距离 好 所以巴尔提麦一听到 那个核子 立刻 怎样 涌下自己的呃意 跳起来 一份 很 很兴奋 但是这份兴奋 带着什么期待呢 或者 期望些什么呢 所以 他走到耶稣跟前 他怎样走呢 一定有人告诉他 一定有人带着他 不是 只是他自己 听到耶稣 耶稣的声音 可以是 可以是 但是 但是 有人告诉他 前面是有一级呢 前面 可能 有人在阻止你 虽然我们听到耶稣的声音 可能在我们的右手边 可能是 巴尔提麦听到 可能是 不够三位 不过 是不是有人在阻止耶稣 跟他中间呢 有没有人带他去 就是 绕过这个障碍物 去到耶稣那里呢 所以 似乎这个客人 不管了 只跳起来 温下自己的外衣 外衣 唯一一个客人来说 是最重要 最保暖 或者更好说 他唯一的财产 走到耶稣跟前 接着 是跟耶稣一份对话 不过 谁先说话 本来好像 巴尔提玛 他叫耶稣 但未知 只可令我 但去到耶稣跟前的时候 是耶稣跟他先 你愿意 我给你做什么 好像耶稣 不知道巴尔提玛要什么 或者他的缺陷在哪里 但是 不是说 要巴尔提玛 你要 就是你要说 那才可以帮到你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 耶稣想知道 巴尔提玛的心是怎么样的 耶稣不会强人所难的 耶稣有这样的能力 是不是 绝对有 可以 要求也好 或者 按他的天主性的能力 去让我们能够成就他的旨意 不过耶稣不是强人所难 所以 他尊重我们 所以跟我问 巴尔提玛 这个赫子 这个黑丐 就说 你愿意 我给你做什么 这个是耶稣的人 那份 慈爱 所以赫子就立刻说 已经不是耶稣 答美之子 是说 师父 一个跟亲的 已经不再是 是一个偶像 我们怎么说 答美之子 是一份偶像的口号 就是说 默西亚 默西亚 意思是这样 这个默西亚会做什么 不知道 为我会做什么 可能会救我 怎么救我 不知道 原来是 是我 耶稣尼可以独立 但是为我 现在这个状况 我又得到什么 所以 再不是 答美之子 那么简单 在巴尔提玛 心目中 这个是师父 这个师父 他知道 是个人 个人 跟这个耶稣 这个师父的关系 所以 师父叫我 看见 叫我看见 在一只眼 去看 跟踵腰 不是只是看 这么简单 而是 我们要看完 最后 就是说 叫我看见 之后 要有意做 就是什么 去跟着耶稣 去念 这个奇迹 就是这样发生 教宗和我们 说 巴尔提玛 他很喜欢 因为当中 他看到 巴尔提玛的 这份呼叫 但是 他说 他很强调一件事 这个呼叫 就是 好像我们人 唯一的武器 巴尔提玛 但是这个黑丐 唯一的武器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份呼叫 好啊 教宗也有说过的 就是说 巴尔提玛 耶稣 所说的 耶稣 但你知智 可怜我爸 就是这个唯一的武器 但是最重要呢 都在天主的教理里 就是巴尔提玛 就好像成为了一个 我们的反映 反映 反映我们没有一个人 我们没有一个人 都在天主面前 都是一个乞丐 这个乞丐 意思是 天主可能是什么都有 但是我们什么都没有 那我们又怎么样呢 我们用什么去呼求呢 我们要 要天主的 是不是他的怜悯呢 或者更好说 我们又会 跟天主说些什么 就是如果有一天 耶稣跟我们说 你愿意我做什么 我们又怎么样 跟这个师父去说呢 值得我们去想一下 当然啦 在我们的人生里面 不同的阶段 有不同的学求 巴尔提玛已经是学求着 他的医好 叫他抗见 但是可能到耶稣 复活之后 他的学求是另一样东西 或者他抗见之后 学求是另一样东西 同样地 我想教宗只是提醒 很提醒我们 我们是天主的乞丐 或者提醒我们 我们唯一的武器 就是大声压 向天主大声压 这就是假装 他说出很特别的体会 我真的觉得很特别 为我很特别的体会 就是祈祷是什么呢 祈祷就是巴尔提玛的大声响 有另一篇福音 就是 天主又是一个什么天主呢 为什么我们可以 向天主大声响呢 药木福音就 他的一个作者 可能他若望自己 去说出天主是怎样 从来每一人见过天主 只有乃在父怀里的独身者 身为天主的 他给我们详述了 这个是说什么呢 若望是没有耶稣的童年 虽然马尔谷都没有 不过呢 若望呢 他用另一个角度 去写出天主子降生成人 老家是说马槽 那个马逗福音 都是说耶稣的童年 说耶稣 在弱室的大领之下的成长 甚至可能是 埃及 徒利去埃及 但是若望 他说耶稣降生成人 有很特别 很特别的地方 那个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 若望 他说天主是傲秘的 一开始 若望已经说 没有人看见过天主 傲秘的意思 其实是我们人很难去 完全去理解 我们可以尝试去理解 我们理解少许 理解一点 但是不是全部 绝对不是全部 所以这个叫傲秘 有些东西解释不到 正如三位一体是怎么样 我们解释不到 为什么又是无大无小 无先无后呢 为什么父子圣神 又是一个天主 这个傲秘 我们好像说得到一些 但是又说不通 但是这个傲秘是很特别的 如果不是天主自己 这个傲秘不会显示出来 所以是天主 特别在于 不是天主自己是一个傲秘 而是天主不断地显示他自己 显示他自己 说给我们听他是怎么样 他是谁 所以降生成人的耶稣基督 就是一个天主傲秘 的一个好像药木芬所说 在腐坏里的独身者 身为天主 去给我们长述了 耶稣基督说述了天主的傲秘 这个傲秘是显现给我们每一个人 他用什么呢 降生成人 那现在又怎么样呢 这个傲秘又在哪里显现呢 这个傲秘里面最大最大的是什么呢 希望我表达的就是这个 耶稣告诉我们听 天主是我们的父亲 天主是我们的父亲 这个就是最大最大的傲秘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天主不是想和我们 再去有一个隔离 什么隔离呢 天主高高在上 傲秘嘛 我们不能够了解 所以不能够了解 所以我们就和天主有不同 有高低 或者甚至更好说 我们害怕的 因为天主在傲秘 在傲秘之下 在一个伟大的人面前 伟大的神面前 我们更加恐惧 更好说天主是全能的 所以天主知道我们所有的事情 我们好还是不好 天主想我们好 不过我知道我又不好 所以我又有一份敬畏在当中 但是呢 记得这个傲秘 最重要 他的显现 告诉我们 是 天主是我们的父亲 是我们的父亲 这是耶稣基督 整个整个生命 更好说 真是他的生命 告诉我们的一件事 所以 若望 很清晰 告诉我们 对啊 我们没有人见过天主 只有那个 在父怀里的独身者 所以 耶稣告诉我们 天主就是我们的父亲 如果是父亲的话 相对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他的子女 我想 子女要像 父亲 更好说 要学 要学 父亲 或者我们的父母 应该这么说 是要学的 说话的语气 行路的方式 我记得 有一次 有个年轻人 我和我弟弟 好像一起去柬埔寨 好像是吧 一个旅程当中 也挺累 还有其他年轻人在一起 他去的时候 因为都 在中途 都累了 站在一间 旅馆的门口 我们两个站在这里 其实我们 可能我们已经 脑子又别放空了 什么都不是 我看着前面 然后就是这样 我们两个没有说过话 就站在这里 有一个年轻人 走过 然后他就突然间说 我看到两个老神父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因为我弟弟 和我的那一刻 是很相似 就是我们两个都站在这里 或者可以发呕斗 他就觉得我们两个的动静 形态 很相似 所以他就说 看到两个老神父 试试 我想我们是学哪个呢 是学我们父母 是不是 所以就是这样 我想我们作为子女 就是要有我们父母的动静 态度 甚至人身观 那所以为什么我们教会 更好说呢 我们怎么着重 一个子女的培育 特别是我们父母 如何去教导子女 这一样东西 对天主 那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 就是我们叫天主为父亲 叫天主为爸爸 那我们要学他什么呢 或者我们承受主他什么呢 那应该承受主他一样最重要的东西 我想大家都不知道 就是天主他自己本身 天主是什么呢 他本身就是爱 爱就是天主 但是在这个爱里面 其实不要忘记我们是一个胜在者 我们胜在什么呢 其实在爱里面 我们带出来的效果是一份喜悦 一份平安 所以我用教宗这个字眼 我用教宗这个字眼 人是快乐的胜在者 或者教宗更加可以这样说 他用天主教教你的字眼 所以我们是承受的 承受什么呢 承受天主 那承受天主的爱 他给我们的平安 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是一个快乐的 但是呢 天主在哪里显示他自己 除了耶稣基督之外 又天主他自己本身 怎样可以给我们看到 我们生命就是快乐的胜在者呢 我想大家 我用几张照片给大家看看 看看大家会觉得 会不会有 好像我在右下角所 所形容的一份赞叹 在哪里我们会有一份赞叹的呢 我觉得真的可能在大自然的时间 可能我们望向很美的风景 不过这个很美的风景 这份赞叹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大自然真的很伟大 真的不是人所能够做出来 或者一切一切都一定有个造物主来 但是这个赞叹 带来给我们的心里面的一份 一份 一份 我不可以 怎样去形容呢 就是一种 很舒适的感觉 不过呢 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不是只是说 是一份赞叹那么简单 还有什么呢 就是 我想我们都要 这份赞下面 就要看到一件事 就好像圣永第八篇 这份赞叹说 当我仰观你手指 什么时候出现过呢 圣经里面有几个地方出现 天主的手 可以这样说 天主用他的手 去写下两块药板 给梅室 这份赞叹说 这是他写字 可能耶稣也在地下画字 是宽恕人父的封印当中 但请大家留意 为什么圣经里面 为何圣经作者 说是用手指 所创造的穷仓呢 好像很微型 我们的手指 是很小的 但是用手指 去做一些工具 很灵活地去做 但是 那时 这个手指 所表达的 就是什么呢 是每一个创造物 都有天主的签名在 都有天主的签名 无论山 水 树 木 乐 叶 甚至动物 右下角那幅 是我想讲时间 都是有天主的签名在 意思是 天主的显现他自己 当然我们会说 耶稣基督的降生 独身子 降生成人 但是 其实 天主的显现 他自己 一开始 不是只是 他的计划当中 不是只是耶稣基督 就是他是这个世界 这个控制 这个宇宙 这个星神月亮 我们有个看不看 我们作为有信德的人 作为有信仰的人 我们会不会在这个 这个世界里面 见到天主呢 不要忘记 这个就是 天主手指所创造的 这个共创 所以每一个手组物 包括我们自己 都有天主的签名 在这 怎样是天主的签名 所以 有天主的一份特性 在里面 我现在在香港名外做服务 香港名外是一个很大的机构 我很记得 我们都开始要讨论 其实好像很多外面的机构 讨论了很多年了 就是关于 有没有环保的策略 这个环保策略是为 特别现在作为上市公司 他们更加重视 为什么呢 因为有很多人都会看看 那些上市公司 如果有环保策略 和做到环保的话 他的投资会带下去 有一些大的投资公司 或者叫做投资的经理 他们都会很重视这一件事 其实我们明外 就不是说要去上市 或者要融资这一件事 但是最重要是说 我们都会不会有环保策略 不过呢 当我们讨论的时候 我记得在开会的时候 我就说 我们作为天主教的机构 不是在引用外面的公司 现在也有说过ESG E就是environmental 或者Environment S就是Social 就是社会 G就是government 就是管治 他们有说过ESG 这个课题 本来很多同事都会引用 在外面的企业 所做的事 但我说 我们可以引用 不过我们都要有 我们独特的地方 我们独特的地方 不是只是用 我们要环保 为什么我要环保 动机不是在于 因为我要保护环境 而是因为 其实这个 就是我们的天主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 在当中我会觉得 天主在每一个受造物里面 都签了命 所以我们不可以忽视 不可以轻视 忠然我们对动物都是 就是明爱 没有一个对动物的政策 不过我相信 不会有这一天的 到世界窮盡的时候 都会说明爱 只是放弃做人的工作 而是做动物的工作 不是 但是我们的关顾 或者关心动物 或者甚至好说 我们身边的 所有的受造物的 为什么 不是因为他们可爱 不是因为他们有感觉 有感情 而是因为 他们都是天主所创造 所爱惜 以及我再一次强调 就是有天主的签名 他都在显示着天主 所以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 为什么我讲这么多呢 关于天主的创造 其实我们要讲的 今天的主题 虽然是叫祈祷 但是也有哪个人的祈祷 就是圣祖的祈祷 不要忘记 圣祖是没有圣经的时间 圣祖是靠什么 是跟天主去接触呢 就是这一样 刚才我所说的 就是大自然 真的是的 圣祖是要靠大自然 去跟天主接触 去做同一个 創造的神去接触 就好像亚班囊一样 亚班囊他 去见到这个世界 哇 是自己没有办法去 去 怎么说 去完全把握得到的东西 所以他觉得很奥妙 原来 这个是 創造主 这个神的奥秘当中 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是什么 会不会大家可能 在一个大自然当中 你会感觉到 这个创造者 不仅是伟大的 我们跟他之间的 那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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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系 是 距离很远 应该这么说 什么时候呢 看着一些很漂亮的风景 不过 为亚班囊 为亚班囊来说 他第一个接触天主的时刻 就是在《創世纪》第十二章 天主叫他离开 去天主指定的地方 天主叫他离开 有很多人会觉得 天主为什么会 或者更好说 用什么方式叫亚班囊离开 可能就是 就是 怎么说 就是 天主显现给他 但是天主 似乎 好像我们所 有时候会觉得 天主突然显现给亚班囊 或者让他听到声音 是否令到亚班囊都会相信 我有说过亚班囊 应该 也希望大家记得 在亚班囊身上 或者正好说 在亚班囊身上 不是立即有信德 不要这么快 当十二章开始 天主和亚班囊说 你要离开你的父家 你要离开你的故乡 去我指定的地方的时候 立即会有信德 未曾日 我真的很觉得未曾日 信德是逐步逐步来 只是亚班囊会在 他自己以前的这份 例如阿兰地 或者更好说 乌兰地 他有一些不开心 我常常会觉得 他应该有些事情发生了 可能 他爱撒纳 爱到 撒纳母子女 所以被人取笑 撒纳 或者更好说 他受着家族的压迫 你再娶过 你要有后代 但他爱撒纳 爱到很深 所以他会离开 什么离开 因为天主叫他 就是趁着有一个神 他是不懂天主的 神叫他离开 离开去哪 当时的阿巴罗年代的人 神是一个地域性的 真是地域性的 就是说好像香港的神 在广州就没有权了 所以如果你想一个人 在公敬神 想和自己建立关系 向自己制限 你去叫他 但你可以去另一个地方叫他 所以叫他属于我这个神的地方 所以阿巴罗当时的想法就是 为什么天主叫他 就是因为天主就是 这个黑纳罕地的神 想在这个黑纳罕地阿巴罗去恭敬他 其实在乌兰的时候 或者去哈兰地的时候 阿巴罗未必恭敬到 这个所谓的黑纳罕地的神 所以这是一个召叫 这份召叫 我经常都觉得 加上阿巴罗的经历 加上阿巴罗在哈兰地的经历 可能因为杀纳或者其他事情 所以他愿意离开 去闯 阿巴罗是一个冒险家 不过我们有一样很重要的情况 慢慢去看 阿巴罗不单是一个冒险家 在当时 我们不要把阿巴罗立即变得很神圣 在当时的人呢 是会看天象的 是看天空的星象的 就是为什么我用这两幅照呢 就是 阿巴罗会不会都是在看天象呢 天象显现是会不会 亦都会用天象去告诉阿巴罗 我不知道 圣经没有这样记载 当然啦 犹太人 犹太人 他在圣经 或者编辑圣经的时候 可能是这一部分 已经把阿巴罗这个元素拿走 因为犹太人不想 犹太在圣经的人 再去用天象去猜测 天主或者识的所有事情 但是为什么我会说 阿巴罗可能会天象 除了我的推测 以前古代的人一定会看的 有什么可以做呢 是吧 就是看天象的星星 是很有 很奥妙的一个星星 会移动的 一些星啊月啊 好 另一个可以这样说 就是说 嗯 嗯 一会儿都会引用的 就是 天主和阿巴罗说了什么 说了答应他会有后裔 是吧 他怎么形容呢 答应了阿巴罗两个 两个承诺 天主和阿巴罗的承诺 就是两个后裔 一个就是土地 所以呢 天主用了什么来形容他的后裔有多少呢 就是天上的星星 那 这个是不是一个 暗示呢 这个纯粹是推测来的 嗯 不过呢 可以这样说 教宗在他本 就是他的讲道里 都有讲过 其中少少 讲到这个 阿巴罗都是看天象的一个人 的 所以呢 所以呢 就 在当中 阿巴罗去看天空的星的时候 会不会都好像现在我们的感觉呢 我们 是一种 一种 刚才我所说的赞叹 哇 好美丽啊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阿婆 就是我去旅行的时候 都很想看到一个全黑的天空 不是 全黑的环境 我看到天空 所有的星星在那里 每天都是星赢的 除了在太空观看得到之外 我想 就是我都很想真的看到 啊 银河吧 银河又如何 那一种人很渺小 这个宇宙真的很伟大 这个神造作真的很伟大的时候 也是阿巴罗当中 第一个接触天柱 天柱是什么 是伟大的 天柱是什么 是神来的 所以呢 阿巴罗呢 一个召唤了亚巴罗的天主 一个神 所以他要将这个神的召唤 去实词 或者更好说 他接受着这个承诺 亚巴罗在听着天主上主对他的承诺 第一个承诺就是说 不是后裔的 第一个承诺在天主 就是十二章那里 他是说给这个土地 给这个土地 就是赐给你的后裔 好像同一时间有两个承诺 其实不是的 就是土地 就是在我引用了上主显现 亚巴罗说 我要将这土地赐给你的后裔 但实际上最重要最大的就是这份土地 亚巴罗就在那里 被显现给他的亚巴罗的上主 捉了一个承诺 这是亚巴罗经常做的事情 你们可以看到圣经 整个亚巴罗的故事 他没有向天主去做一个殿 或者一个庙 是捉了一个承诺 纯粹是一个承诺 是否没有庙 或者没有圣殿 不是的 埃及那里有的 有一个地方 好像我们一家屋 假设是一个殿 去恭敬一些神 如果熟悉埃及历史 都知道是有的 有一个承诺 但是亚巴罗没有这样做 他只是捉了一个祭坛 这个祭坛 他去到哪里 他的帐幕移 都去到哪里 他都为上主捉了一个祭坛 是一个很大的表达 是对上主的这份忠心 为什么忠心 是因为他听到 是听到什么 第一 召唤他的天主 叫他离开哈兰地 第二 就跟着之后 他去了之后 他的帐幕去到那里 跟着之后又会迁去 就是我引用这个圣经的后半句 迁移到贝特尔东面山区 在那里再西 即是在支搭帐幕的 跟着之后又捉了一个祭坛 所以这个就是亚巴罗 亚巴罗怎样跟天主的关系呢 似乎第一件事 是灵听 是灵听 灵听上主 好 这个我觉得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警方 是我们祈祷的警方 我们学祈祷的警方 我们很少去灵听 所谓少去灵听 就是我们会不会在当中 灵听是什么 灵听是将自己的心 去向着天主 向着天主的伟大 我刚才讲很多 很多关于天主的创造 他用手指去创造这个穷仓 我是在说什么呢 是在说天主的 我们没有一个形容词 好像比天主的伟大 我们的心会不会觉得 这个聪明主 这个天主 救我们的天主 我们现在是一个基督徒 是在说天主的伟大呢 或者我们会觉得 这个伟大的天主 只不过是一个 是我的工具 是我的保镖 他帮我都可以了 但是不要忘记 我们向这个天主祈祷的时候 其实这个天主是谁 是一个伟大的天主 就好像巴尔提玛 巴尔提玛做什么呢 他一定听过耶稣 如果不是的话 他不会叫耶稣可怜我吧 还有 他一定听过耶稣做了一些东西 这些东西在他心目中是伟大的 可能是一个奇迹 可能也是医好人的一个奇迹 所以他说什么 他不是说耶稣救我 耶稣帮我 他说耶稣达味之子可怜我吧 虽然圣经没有说 巴尔提玛是聆听耶稣 和耶稣接触的时候都好像没有 但是不是 巴尔提玛何时听到耶稣的东西呢 如果不是的话 他的反应是怎样呢 但是同一时间 当他去到耶稣面前 耶稣立刻说话 不是巴尔提玛说话 甚至可以这样说 耶稣不让巴尔提玛说话 就是要巴尔提玛聆听耶稣 他听耶稣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想要些什么呢 你的愿望是些什么呢 所以这个祭坛 这个祭坛是到处走的 在亚巴尔提玛 我说回亚巴尔提玛 亚巴尔提玛 这个祭坛不是在一个死的地方 是到处走 所以在哪里见到天主 亚巴尔提玛就在那里捉了一个祭坛 找回我们 找回我们 我们又怎样呢 我们会不会只是觉得 在我们心里里面 就是在圣堂里面见到天主 才可以在那里祭祷 又或者我们某一个特定的地方呢 第一 我们其实 其实 可能我们逛街 可能在我们工作 我们跟人聊天 天主是否在那里 我们的祭坛 又好像亚巴尔提玛 在支撒帐的时候 是否有祭坛在那里呢 就是我们这个祭坛又放在那里呢 这就值得问一下我们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会不会 聆听上主 这个最大的前提 是一份 刚才我所形容的 一份对我们的生命 甚至是大自然的一份赞叹 那这里就赞叹什么呢 聆听上主另一个事件 就是十五章 这个创世纪十五章 亚巴尔提玛对天主的一份聆听 或者更好说的赞叹是什么呢 他说 哎 我没有后裔啊 天主 天主说 你不会是这个大马士入人 厄利厄侄而 做你的继承人 而是你亲生的 要做你的继承人 跟着之后 就是这个刚才我所说 亚巴尔养官 请你养官创天 数点星神 你能够数清吗 这一道就是 就是 我们现在 在香港 这个都市望上天 我们可能只是 看到几个星 但是在亚巴尔的年代 肯定肯定 看到整个天通都是星星 那他又会觉得怎么样呢 这个许乐是很大的许乐 天主直接有一个问题 问他你可不可以数得清呢 这个许乐是 看不看到了 亚巴尔养现在的一刻 看不到的 所以 所以 亚巴尔是聆听上主 但是 现在面前的这份伟大 但是 但是 为我呢 天主你伟大而已 但是为我呢 为我 我聆听你 我听你 但是 最重要的是 在听什么 天主的许乐 一个许乐的神 所以 我们要 在祈祷里面 去听天主 不是 去听天主说 啊 好啊 你这些问题 AD的问题 就可以有怎么解决 怎么解决 这个 我们要听天主 对我们的这份许乐 某个程度上 当我们愿意去听天主的那份许乐的时候 其实 这个就是我们的 第六节 創造的第五 十五章第六节 亚巴尔养的相信 亚巴尔养的相信 亚巴尔养的信德 就是这样 他对这个大自然 对这个宇宙 对这个天空上的星星 他看到天主 更加好说 他聆听天主 在大自然当中聆听天主 当然天主有显然给他 但是真的 在大自然当中 聆听天主 是重要的 等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去聆听天主 觉得天主是伟大 但最重要的是 记得天主是由他乐的 这个就是我们要 认识亚巴尔养的一个部分 聆听天主 好 第二个部分 亚巴尔养的祈祷 或者更好说 亚巴尔养的生命里面 事事都祈祷 他是跟天主在一起 或者更好说 他的生命的历程里面 他就看到自己跟天主同行 他有跟天主交谈 这些图片 其实就是亚巴尔养的简简单单的一生 如何去埃及 如何跟他太太说 埃及人看到你的美丽 就是 亚巴尔养 救了他的贼子 罗特 因为他被人捉了 被人做了俘虏 然后打赢仗 然后 之后 麦基斯特 天主的祭司 祭祭 祝福亚巴尔养 那 这个 是否体会到 天主和他同行 亚巴尔养一定 体会到天主和他同行 就是 有机会 我真的看亚巴尔养 我觉得是很美丽的 跟天主的这份关系 之后 他真的 在十五章 刚才所说 一个继承人 伊士玛尔养 这个就让亚巴尔体会到 天主是一个什么天主 在这些一切一切 其实 天主 都好像 我一切 不过 很多时候 跟他一份交谈 例如 刚才十五章 他说 德国大马士革人 继承我的家产 由大天主 告诉他 不是 一个很重要的交谈 又跟一个很重要的 同行 是什么呢 我没有亚巴尔养 这个只有耶稣 一些画家 或耶稣 献于圣殿 是什么呢 割损 我说是跟天主 纳约 纳约的割损 这一幅 纳约就是这一幅 那 纳约 是天主跟亚巴尔养 一个 同行的 一个很重要的表达 现在 什么叫同行 是报伐一致 这才是同行 在亚巴尔养的 最初 刚才所说的 亚巴尔养 那个 威乐的天主 就是灵性上主 就是这个伟大的神 但是 他的生命里面的历程 慢慢看到 天主跟他同行 同行 就是说 跟他一样 这个更加伟大 一个更伟大的神 是什么 本来是一个伟大的神 但是 他愿意跟人 去同行的时候 不是更加伟大吗 他可以这样说 他降低他自己 跟亚巴尔养 同行 所以 这个跟亚巴尔养 纳约 就是一个平等的 所以 亚巴尔养的一些生命的经历 生命的经历 好了 我们看回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的生命的经历 有没有这件事呢 有没有跟天主同行呢 其实有的 不过我们是否承认 或者我们觉得 是 我们又敢不敢跟他交谈呢 交谈 可以这样说 把我们心里的事 告诉他 更好说 又回到聆听上主 交谈是一个聆听 交谈 是把自己的 可以这样说 好的不好的 告诉他 忧虑的 一切告诉他 另一件事件 是十八章 亚巴尔养 是跟天主去争辩 去争辩 大家记得 亚巴尔养在帐幕那里 有三个客人来到帐幕 亚巴尔养招待他 然后亚巴尔养 看见两个客人离开 去做索多玛 另一人就跟亚巴尔养说 索多玛的罪 已经很多很多 很大很大 所以他要毁灭索多玛 亚巴尔养 亚巴尔养 为什么会知道 这个客人会这样告诉他 圣经都有记载,这个客人说,我有什么要瞒着阿巴罗吗? 阿巴罗是天主的朋友,是刚才所说的,跟天主同行,跟天主交谈 是的,他们一路走,他们真是同行,交谈,但是阿巴罗跟天主斟变 这是斟变,是斟变,好像是失疑天主 如果城里面有五十个义人,你都将这些义人和恶人一起毁灭吗? 这是在质疑天主 跟着阿巴罗就说,在下面我也引用了阿巴罗的一个态度 他跟天主说,我需指示尘哀灰土,胆敢再对我主说 其实阿巴罗这样说得出,他是不是都会这样呢? 那不是啊,说得出当然,怎会说不这样呢? 所以他就将五十个义人,四十个义人,四十个义人 三十节他就再说,求我主请勿动路,用我再进一言 那三十个义人又怎样呢? 接着就说,我再放胆对我主进一言 是进一言,进一言是什么? 你有没有想过的? 你有没有体会到的? 或者更好说,你的是不是错的? 为什么阿巴罗好像很客气? 但是,其实整个过程我们不可以叫吵架,因为不是吵架的 是叫争辩,他在争取阿巴罗那份觉得的公义 是什么?天主你不公平,你不公义 你不可以因为那麽大的罪,而在当中同一时间去毁灭义人和恶人 这个是阿巴罗 最后,求我主请勿动路,用我最后一字进一言 最后就十个,大家都记得 这个真变是让亚巴罗和天主的关系 这个真变是让我们看到亚巴罗和天主的关系 我们有什么人才叫他进一言呢? 或者更好说,看到他有些东西忽略了呢? 这个是天主来的,他有没有考虑这一点的吗? 这个是天主来的,你不知道我有心怎想想吗? 所以我们在祈祷,有没有跟天主真变过呢? 真变不是不好的,但一会儿教宗都教我们要做一些事情 真变是在看我的角度和天主的角度是什么 有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至少我,我会觉得 天主的人爱和天主的公义,有时候好像不能够一起 但是不是呢?如果你们再回去看十八章之后 虽然没有十个二人在祖当伯,但是有谁救了呢? 就是罗特一家,那里是有五个二人 天主不是说只是要公义,而是要人爱的 所以亚伯罗在当时,这个真变更加明白天主是什么 更加明白自己是什么 意思是,人爱和公义,我们怎样可以在我们当中 有时候我们祈祷,似乎我们都会只可怜自己 天主你可怜我,你仁爱和慈悲地对我 但是,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自己的公义呢? 不是受委屈,是说 所谓的天主在我们身上的公义 其实有时候,是不是我们自己应该要更加努力呢? 亚伯罗在当中,会看到原来他和天主的这份交往 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叫做和天主祈祷 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聆听天主 和天主同谈,和天主交谈 和天主争辩 这三个情况里面,亚伯罗最后最后最后 我想大家都记得了 最后最后就是一个最大的境况 他发现天主是一个意料之外的天主 出人意料之外 是什么意料之外? 就是阿甘,心爱的独身子,伊撒甲 欠给天主 天主说的 更加出人意料之外 是什么? 天主明明说我的后裔是伊撒甲 是什么意料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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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 天主是一个出人意料之外的天主 可能对我们的怒报 天主你明明给这些东西 为什么你又收了我呢? 你又给这个所谓的能力我 塔满通美我 你又不要让我发挥呢? 出人意料之外 天主知不知阿巴郎是心爱自己独身子伊撒甲 偏偏天主要伊撒甲 不过阿巴郎他不是盲目的信德 或者盲目的相信 而是他知道这个天主 是知道这个天主是出人意料之外 不是因为这个出人意料之外的天主是要伊撒甲 而是因为他知道这个出人意料之外的天主一定有方法 这个才是我们祈祷最重要的述德 是天主一定有他的方法 不是我的方法 所以最后阿巴郎看到一只山羊去代替伊撒甲 这个是天主说的 天主跟阿巴郎说的 也不是阿巴郎自己决定 山羊去代替伊撒甲 更好说 出人意料之外 除了阿巴郎之外 伊撒甲也觉得出人意料之外 伊撒甲也是大过的 他也可以背着柴子 但是他都愿意好像阿巴郎一样去认识 或者跟好说 已经知道这个天主是出人意料之外 所以阿巴郎在整个宪子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他为什么是信德最高峰呢 是在相信这个天主 就是出人意料之外 或者好像希伯罗人书所说 他是有能力复活人的天主 所以阿巴郎完全的信德是说什么 更好说我们在祈祷当中的信德是什么 就是说天主有他的方法 尚主自媒照料 所以这个是阿巴郎一直一直 他有差不多四十年 他认识天主 他离开自己故乡的时候 到宪子的时候 应该超过四十年 他认识这个天主 和他一起走的天主 在哪里认识呢 就是在生命当中 认识这个天主 我没有时间和大家详尽去说阿巴郎 其实阿巴郎的生命里面 其实就是他认识天主的过程 反过来是天主显示他自己的过程 最后我想表达的就是说 这个天主他告诉我们 他就是一个出人意料之外的天主 他显示他自己就是一个出人意料之外的天主 不要以为我们现在的一切一切 我们的祈祷 和天主祈祷 天主的方法 或者天主的模式 就是用我们的模式 好 那阿巴郎的天主 我们会不会成为我们的天主呢 是要的 是要的 变成什么呢 我个人生命里面 的天主 值得我们反省 今天不是和大家做秘静 不过是一个很特别的讲座 值得我们反省 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天主 是 是不是好像阿巴郎一样呢 其实我邀请大家去看整个阿巴郎 由十二章开始 上世纪十二章 其实有很多时候 我们的生命都好像是这样 我们不承认 我们一些东西 就好像阿巴郎不承认自己太难一样 我们渴望天主会给我们祝福 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能力 不过 最后我们也知道 是天主的祝福 所以 维基斯德来祝福阿巴郎 让阿巴郎有得休息 也知道 阿巴郎打赢仗是天主的一份恩赐 渴望自己有一个 日后的计划 一个好的计划 甚至我们享受人生的计划 就像阿巴郎要他的继承人一样 不过 这个继承人里面 有他的烦恼 伊士玛尔和伊撒格的烦恼 或者更我说 撒纳和哈加尔这两个太太 这两个女人的烦恼 当中 也重复很多很多的情况 其实我们个人的生命历程里面 阿巴郎都是这样的经历 这样的天主 而我呢 我也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跟一个天主呢 另外就是 原来在我生命里面 这个天主都在带着我 如何去行 就好像 一篇天主的说话 就好像我报你前的明德 教我如何去行我人生的路 更好说 是我的伙伴 是我的陪伴 更加是一个保护我的天主 这个才是最令到我们 这份伟大的感觉 这份伟大的赞叹里面 我们最渴望的事情 就是有不明白我 有人保护我 好啊 这就是那三个女人 你已经想着与他同行 与他交谈 有时要跟他争辩 其实我们有没有跟天主争辩过呢 这个是教宗在那本书里面 我觉得最提醒我自己 我有的 我跟人说 我们可以跟天主吵吵架的 教宗都说是可以的 这个吵架不要拍书的 好像亚巴郎 由五十个变成十个 天主就是这样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为什么我们要跟天主争辩一下呢 是因为他是我们的父亲 我们会觉得 天主你似乎看不到一些东西 我们会跟天主 向天主发怒 为什么会跟天主发怒 是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就是天主的子女 不过我们也知道 怎样也好 我们作为天主子女 跟这个天主这个父亲 是会毫无愚错 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彼此知道对方 更好说 是知道我自己的 好好感觉到天主 在我的生命里面 那份显现 那份出现 那份显示他自己 有时候都是我觉得好的时间 所以会很紧疹的 会不舒服的 就像子女那样 去跟天主发怒一样 但也会很愚错 为什么呢 我举个例子 我弟弟有个女儿 现在两岁多 她在家 去吃饭 小朋友要早点睡觉 我们都 9点前去睡觉 我弟弟会哄她睡觉 哄她睡觉之前 她就叫她的女儿 叫在场的所有人 say good night 我的姨长在这里 即是我这个姊女的姨像公 我们那天是有六七个人 她个个人都叫 叫我做八蛋 八蛋 good night 她只是不叫姨像公 姨像公坐在这里 她专根跑过 都不管她 当然了 其实义长公和我姨 即她的姨婆 其实差不多 每星期见她两三次 都有帮忙我弟弟 照她的女儿 所以她和我弟弟很熟 这个小女儿 什么都不叫 什么都不叫 那 进房间 我弟弟哄她睡觉 义长公觉得不行 然后起床 也进房间 就跟她说 good night 她都不理睬姨长公 然后她的姨婆 就是我弟弟 就说 你要跟姨长公说good night 他不理 那我弟弟就开始生气了 开始生气了 就说 那你不说 我就走的了 我不哄你睡觉了 那叫姨长公哄你睡觉了 那不知道做什么 我这些侄女 她呢 就听到她爸 就是我弟弟的威胁 那 就 死地气 多不喜欢也好 都叫意象公 good night 就是 我就 当我看到 教宗小写 那些说 儿女才会跟父亲生气 然后和好如仓 我就突然想起这件事 事实是 事实是 我们有我们的坚持 好像我弟弟的坚持一样 就是做爸爸的 不明白为什么 他发生什么事 没有事 其实他跟义象公也没有事 他只不可能很贪得意去玩 不叫人 可能是 我们大人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不过 那种生气 但是最后又如何呢 那 怎么说 那女儿好像臣服了 其实是爸爸心愿 就是 他用一个 女儿的 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爸爸去睡觉 作为威胁 其实究竟是 真正威胁 或者说爸爸 让义象公在房间 的一个 一个好的落台街 这个 大家可以想一下 所以 我很喜欢教宗所说 最后都会 王严座 这个就是我们 和天主的关系 阿巴罗的祈祷就是这样 会不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而阿巴罗 就是 教导我们是什么呢 教导我们成为一个 小朋友 就是 跟这个 天主父 去听他说 回应他 跟他争辩 就好像 最重要的就是 跟对待父亲一样坦诚 这个是教宗最后 最后跟我们说 是很坦诚的 就是一个 我们在天主面前的坦诚 就像小朋友一样 完全全的坦诚 如果不坦诚的话 其实 我们不能够 不能够在天主面前 真实的祈祷 这个是真的 不是真实的祈祷 只是我们 既好说 不是真实 跟天主交谈 不是真实 跟他同行 更加 不是真实 觉得他 是我们的父亲 父亲 那 因为坦诚 所以我们就觉得 这是一个 高高在上的天主 我们 觉得他真正的偉大 所以阿巴罗是信德之父 不过更好说 在这份信德里面 他跟天主的这份交往 值得我们去 成为我们祈祷的一份学习的时候 学习他对天主的这份坦诚 学习他如何回应天主 好 虽然阿巴罗没有一个祈祷文 没有跟天主说 一个很漂亮的祈祷文 其实很多圣祖都没有 但是 都是值得我们去学习 就是说 如何去认识 我们祈祷的对象 就是这个阿巴罗 这个是仁慈 亦都很公义地对我们的天主 好 那这里就多谢大家 那我预备的事情就是这样 多谢盧神父 我可不可以问一条问题呢? 可以啊 麻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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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父 你讲到阿巴罗聆听上主的话 我想其实我们很多的教友 都是很想听天主的说话 但是很多时候 祈祷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是 可能顾着自己 慢慢地说 就没有听到天主的说话 那其实应该怎么去聆听天主的说话 还有怎么知道那些是来自天主的呢? 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 或者心想不知道怎么来 怎么知道是天主的说话呢? 或者你可以分享一点点你个人的经验 让我们都可以学一下 谢谢 谢谢 其实呢 天主的说话呢 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不是只是祈祷的 不是真的好像有个声音在里面听 其实是一种 我们会不会做一个反省 我生活的态度 我对人 对自己 这些就是天主的说话 为什么我刚才说 是大自然 是天主 用手指签名的 其实我们生命里面 每时每刻都是天主签名 显示他自己 所以怎么去看 不是去听天主说话 而是我们意识天主和我们一起 这个就是天主的说话 可以这么说 其实我有时都跟一些教学说 就是说 我们祈祷的材料不是祈祷文 我们祈祷的材料是我们的生命 就是有几好的祈祷文都没有意思 我们的生命都不配合的 所以其实那个生命 就是才是真正的祈祷的材料 在当中都是要靠天主的圣神 不要觉得我们有能力 他听这些说话是没有能力的 但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 可以分辨到 某些东西是天主给我们的信息 哪些是我们心目中自己想出来的 或者自以为是的呢 各样都是天主说的 我们有一份信得才可以的 我们不用怕的 不用怕 还有一个就是说 最大的前提 不要常常觉得以为天主 以为我们所想的东西跟天主相反 我们想的东西可以跟天主一样 不会是 为什么会相反呢 或者反过来 天主容许我们想的东西跟他一样 所以不用担心 不用紧张 我想到什么 当是天主就可以了 当然不是在想坏的东西 不好的东西 或者一些邪恶的东西 这些就不肯定不是 我们都早点明白 在良心的辨演之道 但是就不用紧张 既然我们相信天主就可以了 不过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态度 是什么 当我们所想的东西 有一天发现 不是这样的 我们开放给天主 那一刻 不是这样的 很简单一件事 我在收音里面的时候 就好像 我是想做神父的 那样 但是我们是随时准备 天主跟我们说 你不适合做神父 或者甚至现在也是 所以不要紧张 怎样听 或者怎样分辨 分辨不是简单的事 第二就是 没有一个好的方法 如果有 怎样说 不是一种方程式 如果有的话 我们早就学了 但是我自己的态度是什么 我觉得 或者我想到的 我思考到的 我默想到的 都是天主 因为我知道 天主跟我的想法 不是时时刻刻都相反 是 多谢Sally的提问 谢谢老神父 多谢老神父 多谢老神父 我想 你讲得很適合 我同意 你说天主是 出人意料之外 因为我 都是 因为那时候 我很想妈妈 就是 就是 形成 我站了很久 就是有一次 就是 有时候想起来 她就 回答我的祝福 就是怎么样 但是呢 就令我妈妈有癌症 我觉得 哎呀 为什么会这样的 就是 就是 出人意料 就是很 unexpected 就是我不希望 是这样的 但是呢 我就想问一下 默神父 就是这么多出人意料 就是 当中是很迷惘的 就是很 很失 就是 就是不明白天主 为什么会这样的 就是 就是很多时候发生 为什么会这样的 为什么会这样的 为什么会受那么多伤害的 就是 那我们怎么处理我们的心态呢 所有东西都是新的 所有东西都是新的 天主给的一个恩赐 就是有一个这样的态度 例如 亚巴郎一样 亚巴郎 他有伊士玛尔 他 就是第一个儿子 就是哈加尔 就是他所谓的 撒纳的 木皮所生的儿子 亚巴郎跟天主说 天主跟亚巴郎说 是 撒纳和你生 才是你的真正的继承人 亚巴郎不信 因为自己都已经老 撒纳已经老 一向都生不了子 亚巴郎跟天主说 希望天主 在天主面前 得到祝福就可以了 但天主说 不是 是 伊士玛尔不是你的继承人 但伊士玛尔那时已经十岁 可以想象一下 十年 十岁的伊士玛尔 十年了 亚巴郎怎样 以后度去变成自己的证人 一定把所有东西都给了他 最好的东西 甚至自己的智慧都给了他 现在天主跟你说 十年后 那个不是 我都可以说 啊 我用了心去白费 但是 亚巴郎告诉我们 更好说 亚巴郎这件事 告诉我们 天主除了意料之外 其中一个意料之外 就是 所有东西都是新的 所有东西都是新的 不要用旧的方式 去思考天主 是啊 如果你是一个 一个消极的接受 那没有意思 但意思是新的 是不是新的一个 一个主境 一个状况 一个新的恩赐 是啊 所以 所以 亚巴郎最后是信德之父 就是这样 一样东西都是新的 为他来说 是啊 这个就是那个 很重要的态度 所以我们面对每一天 都是新的一天 就算我们重复 每一样东西都是新的 是啊 认为亚巴郎这十年里面 心血完全白费 是新的 天主跟他说 你欠伊撒甲给我 伊撒甲说的 应该都是十岁 哇 你每十年跟我说 要拿走我的儿子 我们是什么天主 所以 所有东西都是 就是 在这个心里面 就是说 我们的信德 在哪里呢 我们对天主的那份 那份 关系在哪里呢 我不敢说 那一刻 我们会不会觉得更好 但是 所有东西都是 天主 是为我们而安排 好的 谢谢盧神父 谢谢 阿们 祝大家平安 多谢路神父 我们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